本节目内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 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以下节目含粗言为语 只适合成年人收看 18岁以下人士请在家长陪同下收看 敬请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到八点 吴扮高深,扮求均真 啤梨漫步,节目主持人,啤梨林康正 这一节是讲讲中国的片图 我相信真的有很多朋友一定会遇过 但是大家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观众 一定是智慧的 一定是一般一样的 因为你不要说有很多众招的真是猪蟹 一定是看无线 看得到现在都是 天天天看着无线,大湾区 然后一带一路一撞完那些混蛋 看得到昂灵狗,以为中国人就说自己人 那你昂灵狗 刚才一路看,一路跟史提看这条片 一路我吊足全程 因为其实你不要说什么 就算我们在这些基地附近 观塘一带 都是好多的 他真的有些骯髒 连啤梨哥都敢死问 他很瘋狗 就是买版不知名 帮他出名 最好 之前试过有几次 试过几次 他真的挺漂亮的 是不孤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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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 等一下 你现在在重演 我正在重演 你相信我做反应 不不不不 即是你会打我 不要 即是你会打我 即是他们会用这种 先生 其实有很多人是知道的 不能理他 所以他专业 那些选择的人 会选择什么呢 选择 选择阿叔 选择阿叔 那些阿叔 看他们是咸咸濕濕的 是的 咸咸濕濕的 整天只会用WeChat 那些 不选择你选择谁 他通常 以前的做法 就是问你多少钱 都是那句 有了 眼包不见了 你可不可以 而且找一些毒瘟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之前在另一些台 我看到有类似的专题 就直接是那个虎主 那个虎主 擺明是个色彩 擺明是连叫鸡 都没有钱的 那些 哇 一电你两电 说还给你 那些关注 你还顾着扯 那些血流流下去 你都没有血 在脑子里想不到 尤其是现在有很多 很多人 你一拿在电话 第一个 按Vcheck 按微信 按你老尾 这些软件 一向都是叫鸡才用的 你无端端 为什么在那里按Vcheck 要么叫鸡 要么做鸡才用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跟你说 你是不是有用微信 按你老尾 按你老尾 阿昌说的 对 一听到匪语 就已经反感 我这些一听到匪语 我 如果有人走过来 跟我说这些匪语 那些话 我都会给香港来 说广东话 对啊 而且我不明白 那些人说 他说普通话 我跟你说十个 普通话的人来到香港 十一个都会听 他不懂 但你跟他说广东话 是会听的 这些有些警讯的成分 不是分别警讯 而是警讯的成分 如果大家不想有任何损失的话 遇到这些情况 第一件事 我跟大家说 一有支拿蝗虫 走来跟你说普通话的话 第一件事 要先掩住银包 掩住银包 你背包在后面 转去前面 第二件事 你找一幅墙 你找一幅墙 你不要被人在后面 打算你 站在一边 細心视察到周围的环境 不要回答他 看看有没有人 有所准备 想在背包里拿些东西出来 你不知道会不会有些噴霧 会啊 这个其实 香港是有人中过招的了 突然之间 闻到一会儿香味 接着就有了 还有如果真的 有人走过来 问你 一开口就问你借钱的话 你可以大声说 大大声 记住很大声 尝尾你来骗钱 回大陆骗 一定要这么说 一定要大声 因为真的 再不走 尝尾你一脚伸起来 真的 打死你 应该这么说 不是说我们没有同情心 没有同理心 而是对着这群人 你真的不要跟他们说同情心 你一说同情心 你一说同理心 最糟糕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群人 令到我们原本有同情心的人 都不愿意拿同情心出来 你是在消灭我们的同情心 我在收入人角度告诉你 这件事是无比罪我 没错 他经常说那些招数 现在就会变成 可不可以请我吃个饭 你听到这句话 有些人很有趣的 有些人说 我不会借钱给你的 但是 吃饭 就请你吃饭 吃饭没问题 很多人就因为这句话 那帮这样的混蛋 就知道香港人 就这样 你会 你有条底线 你不会借钱 你不会借钱 但是你会请我吃饭 那我就 你会请我吃饭 开始 我就慢慢下手 总之就是 不放过任何一个 打蛇除棍上的机会 最重要就是 你一句都无论跟他说话 就对了 最重要就是 捉住你的脑子 捉住你的心理 请我吃饭 还有 如果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感觉到 你人生受到威胁的话 你什么样子 走过来 他说什么 捉住你的手 不让你走 那就是非常禁锢 是不是 你还要趕时间乘车 它令你乘不到尾班车走 听着 第一件事 握住拳头 第二件事 看着你的喉咙 第三件事 那就对了 第四件事马上走 当然啦 趕时间追车 趕时间追车 其实我可以 都挺大胆假设的 那这一班 骗徒 他们真的 从北向南 慢慢下来 他们很多时候 就会先在 上水粉里一带 如果做烂了 就会下到 大埔 或者沙田 做烂了 就会下到 九龙湾 观塘 然后再慢慢下到 尖沙咀 但是他们会不会下到香港 我就不太清楚 那他们的路 真的会这样的 而每一次 这些很类似的 所谓的骗案 真的路是这样的 他们是会 之前 早前说 有一帮借钱党 在大埔沙田 一个星期之后 就在九龙湾出现 做烂了 那他们就懂得去 有 有 Lazy Roger 带他去大酒店吃 我真的有个朋友 他叫做 可能大家认识的 他叫做 賣棺材的男孩 他的网名 可能你知道哪个 我知道 他试过有人在附近 问人 批钱 那些 被他听到 他心想 我不要带他去大酒店 那些饭堂吃饭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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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一句都嫌多 对啊 尤其是记住 不要别人说匪语 你就立刻转胸 最好跟他说英文 你是香港人 有回香港人的专业 就好像 Se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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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don't care I can't speak your language 你这样说 不要啊 不要浪费时间 他就真的 可能碰都不敢碰你的 他怎么 他就知道你香港人 不能欺负 不欺负你 不欺负你 不是 史题是真的 如果你不太能打得的话 或者警告性不够高 不要浪费多任何份票 跟他说 因为你不知道有没有附近的人 在戒你的袋 是呀 没错 很流行这边引你注意 那边就有人做事 没错 但是说起这些仆街 另一方面 其实也有很多 我都觉得是英雄人物 会看不惯这些事 真的会出头 就不会有很多人 就说你帮我出头 你帮我搞定 我做 我出去做些 就是他会去 看到一些问题 个人个人都不能出声 但是他就会够敢出声 我们看3.2那条片 3.2 骗案不是今天才发生的 其实在20年前在香港都已经出现了 但是你说有没有一个人 真的会够敢做这些事情 我认知少了 我真的没有什么见过 我今次见到刘勇威 喂 他真的 是刚刚这几天 一天就在那间店铺 门口派单张 叫别人别人进去 他真的好 他也联络了警方 有了整个部署 那些人是 最初见到他洞在那里 派单张的时候 是想出来打他 但是当然 有了整个计划 他们已经见到 混混对路 那这个是说什么呢 其实不止大埔 很多地方都是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有一个店铺 门口 就古灵精怪 好像什么都没有 但是呢 有很多老人家 一早就去排队 扭了一些车 椅子去排队 然后进去就听讲座 就经常说 所以你买一些健康散品 听讲座不需要钱的 就进来听听 没有东西的 这些是健康知识来的 没所谓的 好 往往就是老人家 真的没有东西做 有空了 喝完茶 也都利用一些老人家 怕死的心态 因为他们不懂事 他们又看不到书 不懂字 所以可能夏天的时候 进来凉一下冷气 不要紧的 明明两个人不用钱 好了 接着进去之后 一进去之后 还不生责当狗 就说了两句 之后 买一样买那样 那些老人家 可能有些司机钱 就真的 水那两水 真的会拿出来 那个饼罐 那几饼罐的 其实他们买些什么 那些东西 其实真的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但总之 都是一个方向 就是困咎你钱 那些老人家 你跟他说些什么 健康产品 或者煮饭的东西 或者为家人 着想的东西 这三样东西 就很容易中招 这次刘勇威这个 应该是健康产品 那些 就是叫别人去买 然后不是买几十元 可能是过千 甚至过万的东西 那刘勇威他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派单张 天天在这里叫咪 叫大家不要 这个刘勇威他本身有没有政党 没有政党 那自己做很难得 很难得 所以我真的要赞一下刘勇威大埔区 我都很希望大家 有意直也好 没有意直也好 其实如果你在楼下 看到这些仆街的店铺 其实你也可以做到的 不一定说刘勇威是议员 不是的 其实你真的 我们说责任这些 老实说 整件事 那么多骗袍 那么多性 为什么会那么枪权 很简单 警察做不到事情 是啊 警察最喜欢放蛇 最喜欢抓不辜 又搞到别人要擒槍 那么危险 其实你这么喜欢放蛇的话 你就去拿电话 VChat 在街上玩一下 看看有没有遇到一些人 有立即拉勾他 正常 如果是正常的社会 应该这样做 但是你现在没有 你现在一听到大陆人 就不拘捕了 一听到大陆人 还要想如何去保护他 如何不要歧视他 就屌尾尾尾尾 CCTVB也会助攻 大陆人都很惨 最流行有一个论度 就是大陆不是每个都是坏人 总会有好人 你看到的是一小撮人 而且他不是用大陆 内地来的人 他们都很惨 来到香港 九万元一个月都不够用 来到香港 他们的生活都很坎坏 应该要帮一下 你老母 他在大陆的生活比我多多 我每天早上七点 一起床抹大眼 擦牙洗臉 早餐都不吃就上班 做完日后睡工 晚上又要做这样 之後又要做那样 那时 每天都点几两点 到今天 有没有人可怜过我 没有啊 半个都没有啊 你老母 你可怜那些全家产 我说你啊 我连关内基金都申请不到 你老母 真是老母 二毛在香港是错误了 是错误了 就是 你现在还要有一帮这样的人 好了 去骗救那些老人家 还要跟你说 我们不是骗 我们不是做层压式推销 我们只不过是 分享一些健康信息给你听 哇 你老母 真是 人无此便无敌 我给一些拼头丸 我给一些白瓜子给你 然后跟你说 我很关心你精神健康 是 没错 其实这一次 刘勇威議員做的事情 其实 并不是冰山一角 就算我在浙如冲 或者在 浙如冲也有 有 有 不过有没有 不过我不知道 不过是 我们称之难的集中地 是啊 但是我也挺可以 考虑到一件事 就是这些店铺 这些店铺多数会在什么地方出现呢 在一些旧楼 唐楼的地铺 或者是 新浦江 是的 你看到那个区是多老人家区 很多的旧楼唐楼 可能是四五十年的楼楼 也附近会有街市 就会有这些店铺出现 而他们买的那些神奇产品 是原来全 你看到这些东西 表面上是一瓶柠檬茶 实质上原来 哇 这是壮阳药来的 明明这一瓶柠檬茶 可能是买十五元 但是 喂 柠檬茶味的壮阳药 今天 平时特价一千元 今天跟你买七百元 接着这些混蛋就真的跑去买 哇 你以为不轮回 有啊 一瓶七百元 买五瓶的时候就五百元 但是其实我 我随便买一瓶十五元 七百元放给你 你买你便会够 这个其实就是说 很多中国的骗徒 就是用这些方法 骗够你 这些老人家 老人家就是因为 很多时候他们做些什么 我们年轻上班 我们真的不认知 而他们就早上可能成天 跑去那里排队 听讲座 接着就给钱 我们也不认知 还有这些有些组织的 老人家有老人家的组织 就是我们叫做 譬如说每次选举前都有的 那些装脚呢 民建联那些 是 公冊会也是 那些公冊会 那些那些混蛋 那些老人家 整天都存着一班阿婆 没错 那些阿婆A和阿婆B 说 这瓶子喝完之后 来越京 不认得我 我只是说笑而已 不认得我 不认得我 那整班都中了 你这些有位被人入 你才能入到你 没错 那今次这么多 下一节 又讲一下 一些弱异的东西 我们来 MHK.TV美食推介 找来正宗 传统粤菜食府 紫荆角 烹调石果耿泉的 淮旧鱼式菜给大家 这次我们为MHK.TV的会员 带来独家四人和六人的套餐 有精选的菜式 茄汁化之虾 和传统古法 黑衣鸡 还有总理都大赞的 超水准炸子鸡 和生炒糯米饭 现凡MHK.TV的会员 于星期一至四 午市或晚市的时段 维固紫荆角 就可以以超值隔夜叹 这个附有淮旧特色的 正宗粤色菜 这个优惠期由即日起 至12月31日 范围固MHK.TV的套餐 迎接茄汁化之下 然后铺上去 MHK.TV的族有俱乐部 或者MHK.TV的香港六点半支 大东亚食平圈的Facebook群组 我们就会在中间 选出几位认得最美的幸运 而请他们再次来吃一次 紫荆角的精选环球菜式 哇 正啊 还快点打电话去 3184 0166 订位 立即上www.mhk.tv 邪动yumny Yummy 援领紫荆角着素优惠